瑞瑟湘第一公墓纳谷塔近年来已经趋近饱和 乡公所未与筹谋 积极向上提报纳谷墙的披肩计划 获得华东基金5000万元的经费协助 并且在上个月进行的动土新建 乡长陈金光表示 将会依照中西洋不同宗教信仰做区隔 让先人都能够入塔为安 瑞瑟湘配合政府公墓公元化政策 推动公墓禁止土葬的规定 不过其美部落却例外 应该在去年我们同意其美部落 可以继续来施殡的业务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经过我们调查以后 大概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一个空间 可以来做殡葬 虽然从2018年底全国全面禁止统葬 但其美村因交通及信仰文化等主客观因素考量下 2020年相公所同意维持原状 成为了目前全台唯一仍可土葬的区域 而至于瑞瑟湘其他公墓 相公所也配合公墓公元化措施而全面进葬 所以公所争取了金贝将近五千万的金贝 那也已经发包私作了 在我们的公墓里面 来有中市跟西市的方式来做私设 那依据明年会完成 除此之外相公所面对第一公墓 纳谷塔趋近宝盒 积极向上提报纳谷塔兴建计划 以解决燃眉之急 获得华东基金五千万元金贝益注 并且在上个月七号动土展开兴建 至于其美部落公墓纳谷墙设施计划 乡长陈金光表示 虽然已经承报相关单位争取 但目前尚有包括用地面积等问题上代克服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